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在这过去一年多 过去两年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的向外传 传什么 传老黑他是大外宣了 传老黑已经是被共产党收买了 特别是最近这两期节目 习近平访问旧金山 我说我现在的心态 我就是一个吃瓜看客 我懒得骂了 你骂共产党你又骂不倒他 他也不怕你骂 我觉得再怎么去骂没意义了 打鸡鞋也没意义了 中共要倒台了 中共要解体了 怎样怎样 然后当我不去打鸡鞋 不再非常愤怒的去锁落 中共不好的时候 很多观众就不愿意了 所以你看老黑他不骂中共了 这就代表着他被收买了 他成大外宣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你得出这样的结论 难道不经过脑子思考吗 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 去展示一下我频道的一些信息 我现在打开的是我频道的后台 第一个小细节 你看我 这个衣服我是不是几天都没换了 几天都没换了 说实话这个衣服是有点脏 是应该换了 但是我又不去见人 所以说这个衣服我就不用换 而且我更新节目的频率 大家可以看一天两期 一天两期没有一天停更 有时候偶尔有事 我那一天我还得更新一期节目 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一天在我脑子里面 想的全部都是看新闻刷新闻做节目 而且在这里能够看到我这个节目的订阅 是每天都在减少 而且这个收入上个月是1726 收入也是越来越少 我每天我就是紧螺密鼓的 想着每天能够赚着几十欧元 几十美元的生活费就可以了 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事情 那你再想想 如果说我要是收了中共的钱 收了他的补贴 不说多吧 每月能够给我发个一两千欧元 我还用着做油管吗 起码说我更新节目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如果说中共给我很多钱 给我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美元 把我的频道给收买了 你以后你就小麻大帮忙就可以了 你以后你就不曾奔养就可以了 把我给收买了 那我有了这么多钱 我起码我这个衣服 我得多换几件吧 我起码我这个更新的频率 我不用这么拼命吧 如果说我收了共产党的钱 我一个月我赚三五百 我都无所谓 我都没关系 所以说那些怀疑我是收了中共的钱了 成为大外宣了 你们呀过过脑子 你们为什么会得出如此结论呢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你翻墙看油管 你是寻找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 你有这个情感的需求 你就需要听别人不断的骂中共 你的大脑才能够产生多巴胺的快感 以前我也是 然后在骂完之后 痛快完了之后 我想怎样才能够改变现状呢 你光骂就能够把他骂倒吗 怎么去做呢 然后在这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习近平马上就要来九星山了 你们多好的机会啊 你们去干呢 敢不敢吗 不敢 但是在情感这一块 又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怎么办呢 那么在此时此刻 所谓的网络夹边沟啊 这个市场就出现了 谁能够给你做心理按摩 谁能够去给你喂这个心灵鸡汤 这些人就能够获得流量 这些人就能够割韭菜 再说回这个情感的宣泄啊 有些人支持以色列 也希望我老黑啊 摆明立场 你得支持以色列啊 并且说支持以色列 政治正确 还有流量啊 有些人在挺乌克兰的时候 能够得到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跟满足感 所以说对于不支持乌克兰的人 他们就可以十分优越的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而且还是主流媒体 他给你保驾护航 可以对着那些支持俄罗斯 或者说保持中立的人 你看这些人就是他们俄爹的孝子先孙 可以把最难听的话都给说出来 你忠诚不绝对 那就是绝对不忠诚 说白了 这些人来到网上呢 是寻找一个情感的宣泄 这种需求被满足不了的时候 啊 这是打外宣了 啊 这收到钱了 那么再看这一则留言啊 有人说呀 老黑哥啊 说句玩笑话 估计等到你去世的那天 都看不到中共解体的光辉时刻了 这预言那预言的 看烦了 看够了 不如好好提升自己 好好生活 还是首要 不管这个那个 最终还得回归现实生活啊 这里提到一个这预言那预言 看烦了 看够了 啊 当初我这里节目没少做呀 啊 我说中共多少年之内肯定解体啊 那个时候是在川普的时代 啊 你看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啊 又是扣刘孟晚舟干嘛的啊 又是提高关税啊 然后又跑到韩国板门店进入朝鲜 那个时候能够清晰可见的看到未来啊 这个世界在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那个时候 即使是预言中共解体是有理论依据的 但是没想到2020年啊 剧情来一个大反转 在那个时候 这个群体就撕裂了 分裂了啊 还不如好好回归生活 确实要回归生活 是啊 为了回归生活啊 有些博主呢 最近这两年也是生孩子了啊 也得想办法多赚奶粉钱 那么就把这个油管正儿八经当生意了啊 油管希望我这个风向该往哪刮 我就要往哪刮 主流媒体或者说美国政府 想宣传什么内容 我就去做这方面的内容 我就去带这个风向 在油管的推荐算法里面 稍微给你漏那么一点 你每期节目三五万的观看 你每个月轻轻松松赚个一两万美元 那就是回归现实的生活 做节目的时候 带着面具啊 保心灵鸡汤啊 做心理按摩 通过这种方式啊 赚了钱之后再回归生活 在家庭中 他是一个好父亲 他给家里面带来钱了 但是你所认为的真相 你所认为的知识 或者说你所关注的中共这个 中共那个 有多少是被编撰出来的小说体实证 再说回这个中美到了蜜月期啊 习近平又来访问美国了 我就很想知道那些同行怎么去圆 或将将要可能会啊 到现在呢 人家好好的啊 纽森去了一趟中国 然后习近平马上就过来了 拜登跟习近平前段时间会面一次 这一次又来会面了 动不动美国帮助中国实现民主 美国在历史上帮助中国不少啊 你比方说在庚子赔款这一块 美国他把这个钱呢 都用在了中国的教育跟医疗这一块 这一块美国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美联储呢 动不动就把美联储挂到这边 很多人说老黑你傻逼 你怎么老提美联储啊 美联储跟着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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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美国帮助中国打赢日本 现在在看历史 你美国你干嘛要参战 或者说当时的日本没有占领中国全境 中华民国呢守着中国的西南地区啊 就类似于历史上的南唐啊 苟延残喘 那么长江以北大部分的都是日本的国土 如果历史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 那也没有中共什么事啊 他就发展不起来啊 历史你往前倒推啊 有些细节不忍稀看 很多人理解不了汪精卫 很多人也看不懂孙中山 很多人也理解不了袁世凯啊 教育书上怎么写 他就怎么看啊 即使到了海外 讲了这么多 啊 袁世凯民国之父啊 汪精卫啊 忍辱负重 真男人啊 孙中山一个无耻的职业革命家 历史不忍稀看 既然我做节目了 我肯定是要搜集比大家更多的资料 进行更多的分析 或者说从多个角度去分析事物 去分析历史啊 现在呢 我做节目呀 真的我不想去看你想吃什么菜 就给你炒什么菜了 并不想为了满足你的情感发泄的需求 而为你去量身定做那种心理按摩鸡汤的节目 没劲啊 没意义 我觉得没意义 是浪费生命 那么现在呢 就是讲事实 把一些枝枝漫漫都给砍掉 其实做实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事实是什么 咱们就说事实 哈马斯在音乐节袭击了以色列造成了很多人死亡 也掳走了很多人质 这是事实 我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会谴责哈马斯 那么随之而来的以色列的大反攻又炸毁了很多医院学校造成了更多平民的死亡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只能够说以色列可能有点过了 然后在哈马斯的地道里面发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发现了中国的工程兵 这也是事实 我也得把这个事实给说出来 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只要把事实给说出来 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思考 你们也不用太去揣测我个人的立场 你们想说我老黑被中共收买了 收了钱了 随便你们啊 这几年我被泼的脏水 被扣的帽子 被辱骂 被攻击 用最近的一个热词是什么呀 是最近这两年我忍受了泼天的攻击 泼天的攻击 那我都扛过来了 这眼瞅着2023年也都快过完了啊 算命的说啊 我2022年2023年你不要想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那事实确实如此啊 那么对于那些不想我好的人呢 你们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看看能不能把我给骂死啊 因为算命的说我2024年转运啊 那我就再继续折服这一个多月 哈哈哈看淡了啊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啊 等等吧 有些话等到2024年再说吧 现在说可能嗯 又要招马 好吧 先说到这里 谢谢您了 我们下集我们下期再见